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0日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不仅NVIDIA的股票完成了拆股 以大概120块左右开盘 而且苹果公司也开创了一个新的事 叫做苹果智能 也就是说苹果成精了 过几天大家有没有有幸见到香蕉成精 或者香蕉智能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的开场是非常惊艳的 正所谓出道即巅峰 巅峰之后也就啥也没有了 刚开场的时候 一个人他带着一群这些人跳伞 然后每个人身上都装了很多苹果的设备 然后他们从苹果的飞机上跳伞 这个视频的刚开始可能暗示了一个彩蛋 就是苹果公司接下来会造Appland 就是苹果的飞机 他们有可能会收购波音 或者收购麦道 或者收购洛克希的马丁 然后他们打开降落伞 就一一降落到了我们的home键上 就是处在加州苹果的总部 是一个外星大圆盘 在他们打开降落伞的过程中 每个降落伞上会写一些他们的产品 比如说VisionOS iOS TVOS WatchOS iPadOS MacOS 随着他们的跳伞 几天运动展开 苹果的股价也开始跳伞 开始从大概197块钱开始跳伞 一直跳到193块钱才停止 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会继续跳 感觉他们这个跳伞这个寓意非常好 这个股价一跳再跳 在苹果跳水的同时 今天刚刚完成拆股 十股拆一股的 十股拆一股的NVIDIA 一开始也在跳伞 也在跳伞 但是他们跳了之后 突然就回升了 不仅没有跌 反而还涨了 但是苹果的股价一跳再跳 同学们如果仔细看我之前的视频 就会意识到 在AI产品真正落地之前 你开再多的发布会 只会让你的公司股价不能跳水 并不会让华尔街的投资人 对你产生信心 因为大家已经见识了很多牛逼的产品 你现在作为一小丢丢 不是那么惊艳的产品 只会让你的股价不断地跳水 即使你的股价不跳水 能够保持平衡 那真正你带来受益的 本质上也是NVIDIA这些公司 这些图大家可以猜一猜 是用什么生成的 在很多年以前 加州并不是所谓的硅谷 而是金谷 很多人都在这里淘金 那你淘金 你可能就要有铲子 你没有好的铲子 你是挖不到金子 所以有些人就想着 我不如来做一个卖铲子的公司 最终真正赚钱的 并不是那些淘到金子的人 而是卖铲子的人 但是大家也要记住 当没有人想去淘金的时候 你卖铲子也就不会挣钱了 那也就是说 在AI模型彻底完全落地之前 可能NVIDIA这个股价 可能还是被一生再生的 但是当AI模型彻底落地之后 不再需要GPU卡的显卡的时候 那NVIDIA这个公司 可能也就进入了 自己的历史的垃圾时间 我今天的视频呢 纯属胡说八道 不提供任何投资理财的建议 也不提供任何就业的建议 大家想去哪上班 就去哪上班 想买什么股票 就买什么股票 想不买什么股票 就不买什么股票 千万不要听我在这胡说八道 我是个笨蛋 啥也不知道 我只是来胡说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苹果的产品的展示 这是一个微人pro的展示 我希望如果要做的话 这个微人pro可是很贵 也就是说要四把小李飞刀 它这个展示是这样的 当你拍摄一张图片呢 我们会给自动给这个图片 加这个景深效果 也能自动变成一个3D图片 甚至呢 还能变成一个3D超大屏幕的 真实电影 下面呢 是给一个数学功能 对于那些刚开始 学习做理论的同学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是比较适用的 这是iPad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用苹果笔 写完一个表达室后呢 它可以自动计算答案 这里强调一下 它可以识别手写体 这个是非常惊艳的 而且这个表达室呢 如果你改了答案之后呢 它也会自动修改 这个东西呢 感觉是非常惊艳 这个呢 并没有让苹果的股价上升 这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知识解 知识解一些变量 比如说解写方程组 才能自动实现图表功能 比如例如Excel 这些惊艳的功能呢 很不幸 并没有让苹果的股价提升 不知道苹果的股价 明天会不会提升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说 它可以根据手写的公式呢 画一张图 这个苹果智能呢 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了 就过去几十年呢 大家都听出过人工智能 自从Tradivit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常说一个词叫AGI 就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今天呢 苹果给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苹果成精了 也就是说苹果智能 或者说 我们家的苹果变形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苹果到底是如何成精的 它可以去自动书写 或者Rewrite 或者Sumbre的一些邮件 GPT的功能呢 自动继承到了Suffer 还有Email 还有输入法 有可能是你的手机里 村里一个小的小羊驼 如果同学们不知道羊驼是什么的 欢迎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大概是让你去通过一些提示语呢 生成一个就是祖国人 或者说是超人 反正到底是祖国人还是超人呢 大家自己就是 给你自己的心情决定就好了 具体是什么呢 我也不太知道 接下来呢 是一个哈利波特的魔法棒 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棒呢 可以自动的在笔记中生成图像 然后自动利用周围的图片 语言以及手写笔记 转化成把你的草图呢 转化成一层精美的图片 如果你周围没有图呢 它能自动识别周围的context 然后给你生成一张图片 感觉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呢 并没有使得苹果的股价提升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功能也叫做一扬指 就是说你用手圈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人就 就消失了 这个呢 叫做一键框选 就可以删除人像 特别适合大家就是处理拍照 或者旅行 这么看来呢 蜀国可能就要积极了 大家觉得呢 我们说一个 你有Siri的AI功能 智能Siri 就是说 Siri呢 能和APP相交互 能干一些需要理解能力的事情 比如说 Siri加GPT4O Siri呢 可以记住一些个人信息 比如 你问Siri你的护照数字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31415926 比如说 你问他最近的medium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可能5.14 他问你上周的Trip去哪里的 他可能告诉你 火星 这个Siri呢 可以跟多个APP相互交互 比如说 你可以让Siri把图片 从一个APP 提到另外一个APP 一声不响的操作 这个功能呢 也非常安经验 但是呢 并没有帮助到苹果股票 但是看上去呢 蜀国呢 可能更要积极了 到底蜀国是什么呢 蜀国家的心中 在天上 在地上 大家请记住 千万不要暴露 暴露蜀国的坐标 接下来呢 是一个深度集成版本的 XHPD 具体什么是深度集成呢 大家请自行阅读 自行理解 接下来呢 在就是小蓝鸟上 有一个路人 不是很有名的路人呢 他就说 这个苹果呢 马上就要跟那个 OpenAI会师了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个苹果呢 并不能完全保护大家的隐私 然后他接下来说呢 如果这个世界上呢 他接下来说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呢 如果有任何一个特斯拉汽车 在自己的周围 方便十米之内呢 检测到了一个苹果手机 那么呢 这个特斯拉公司呢 就打算收回这辆车 就不让你再用了 不知道这是个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理解 同时呢 他们也release了自己的 OpenSource的这个 大洋鸵 当然他们也是买了 秦国的皮 去保护的这个大洋鸵 这个猪猪侠呢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模型越大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越需要隐私 越需要蝙蝠下的钱 越需要超能力 所以苹果成精呢 他不仅仅成了精 还需要帮你解决一些隐私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隐私呢 隐私本质上就是 大概知道你是谁 但又不知道你是谁 就是或者说如指 不知道大家没有听懂我在说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苹果 说他用的一些芯片 他用了大概有五种芯片 除了有AK47 还有M1 M2 一直到M16 他说呢 这个大圆模型和StableDiffusion呢 都已经集成到这些荤材里面去了 接下来呢 我们讲的东西比较抽象 大家呢 不理解也不是很重要 用户的data 不在服务器存储 这样可以保护隐私 如果要用的APPAPP呢 能在手机上计算 会先在手机上算 如果需要在服务器上算 除非发送需要的data 服务器呢 只会返回需要的data 什么是需要的data呢 大家请自行理解 我也不知道 同时 手机可以验证服务器上跑的code 是否是隐私的 是否是private的 他们这个东西呢 到底用的的是difinal privacy 还是密码学呢 还是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用所有你在云端上跑的东西 都需要云端的认证 还能监视服务器跑的代码 并且验证 private的保证 事实上 所有云计算通过加密 能确保您的iPhone iPad和Mac 并且设备会拒绝与服务器联系 除非其软件已公开记录 一共检查 意思就是说 除非你的手机被拿去检查了 不然手机都是安全的 不会和服务器多交流 那你的手机到底被谁检查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自行理解吧 最终 他们告诉我们 苹果的这些 曾经的产品呢 都有哪些 比如说这个 A17 A17 然后还有M1 还有这些M1 M2 对大概就是这样 首先呢 我再强调一遍 今天的视频呢 只是我用GPT 今天的视频呢 我是用Siri 帮我做了一个slide 来解读苹果的发布会的内容 本视频呢 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大家千万不要 看了本视频呢 去买哪只股票 也千万不要 因为看了哪只 本视频呢 去卖哪只股票 大家也千万不要 看了本视频呢 去某个公司上班 大家也千万不要 因为看了这本视频呢 离开某个公司 当然大家也千万不要 因为看了本视频呢 去创建某个公司 如果创建一个新的公司 最好能带上我 那就最好也不过了 我今天说的啥也不是 下课